小凤 刚好晚上你也没有事情 跟小狄哥一起去逛街吧 小狄哥 你要是给我买东西的话 那就不去了吧 为什么 你看你都帮了我这么多忙了 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不能再送你的东西了 也不是 其实明天刚好有个同事要晋升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 想着就要不送他几件衣服吧 你就当帮小狄哥的忙 帮他试一下衣服 好不好 只要能帮到小狄哥的都可以 走吧 好 您好 刚才那个女孩试的那些衣服你购多少钱啊 一千六 一千六是吧 好 那我扫一下 好 那你扫一下 好 小狄哥 明天公司是哪个同事晋升啊 小凤 你突然喊我名字干嘛 你刚才问我是哪个同事晋升啊 啊 不是我吗 小狄哥 我才刚来公司没到一个月呢 这是不是太快了呀 小凤 这个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 虽然你来公司时间不长 但是你是公司最努力的一个 每次我走的时候看到你都是加班加到最晚的 而且你知道吗 上次你交的那个报告比公司很多老人工写的都要好 上面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别人说闲话呀 觉得我是走关系的 没关系啊 让他们说 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关系进来的 这样以后他们都不敢再欺负你了 小狄哥 这样别人 这样不好吧 这样会遭人家嫉妒的 小凤 没关系啊 只要小狄哥在公司一天 他们任何人嫉妒你也没有人 就算嫉妒你 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人 什么 小狄哥你在说什么呀 口误 我说错了 你是我带来的人